繼續來進行到我們的會議 這會站起來 我們共同來默哀一分鐘 好來 請市長神秘書長 跟我們國談委主管 我們國會的動議大家請起立 我們大家這會默哀一分鐘謝謝 謝謝 謝謝 感謝 我想 今天這件事 重大事先發生 我們是都相當的不願意 但是我們還是得亡羊補牢 那面對這亡羊補牢事件 我想我先請衛生局局長 局長不在 局長不在 我們請我們的黎秘書代理 副局長 副局長 那個 目前醫療院所的這種聯合檢查 是不是規矩主導的 對 多久要檢查一次 一年一次 包括那個 醫療院所一年一次嗎 對 醫療院所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今年檢查了沒有 今年檢查了 全部都檢查了 在檢查當中 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的這個部分 難道沒有發現 他目前所有的這些缺失嗎 目前 我們9月30號 有聘請外聘委員去做集合 他平和的那個等地是假等 那在消防的這一塊 假等喔 對 是 你請坐 那個 我們請那個消防局的副局長 副局長 來請吳副局長 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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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檢查過 半年半年 這間婦禮之家 六月禮又檢查過 消防演習 有做過 消防演習 消防演習 半年不是要一次嗎 他這裡有兩個單位 婦禮之家八月邪 做智慧編主演習 剛才做過嗎 八月邪做過 剛才做過 總統集合還做成這樣 你覺得這有加強嗎 就我所理解都是 那個業者他本身他被動先做檢查 委託業者 完之後才送到我們局處來做被查 對不對 那主動的機查權 主動的檢查權主動的要求演習 的部分加強的部分 你們有做嗎 因為他每個單位都要做這個 智慧編主然後也要報導我們 我這樣要求 副局長 你們局長不在 尤其這種事 這麼重大的事件 我們可以做的不正 就是亡羊補牢而已 面對亡羊補牢的話 我相信那些例行性的檢查 很可能淪為書面作業 我希望消防局應該藉此事件 全面性的檢討 必要的抽檢 甚至擴大其他的行業別 包括百貨公司 包括其他進出人口多的地方 新的十大行業 全面性的進行 問題沒有 這個我們都持續在做 因為我們有一個 持續在做的被動力行 比較多的聽不懂我意思 我要求你 因為發生重大事件 你不敢不敢主動 加強的做法 我都沒有了 是針對這個事件 我們會檢討 然後加強的來做這個事情 好請坐 好接下來 我想 雖然是重大事件 但是我們接下來 是面對整個未來市政的發展 那關於市政的發展的部分 首先我想先請教一下 那個教育局 欸 教育局長 政局長 我先來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是 已經有進行這個誘托整合了 我還可以請這個說明 這個誘托整合的部分 目前的狀況 台南市的狀況 如何 那為何如此 答案誰在上面 看 誘托整合的對象 應該是要將兩會三會 這會精合這會嘛 我們精合人數幾個 你看到沒有 中華共幾個 五月五月而已嘛 對不對 政局長 看不見我來講 五月五 所以說我們兩會到三會 原地我們誘托整合的對象 基本上只有五十五個 而這五十五個當中呢 基本上 減所有的比例 比例上 只有多少 只有0.4% 我們所有兩歲 兩會到三會 是九千六百八十六個 局長 您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們 幼托整合的對象 比例為什麼如此之低啊 稅明一下好不好 警局長 警局長說明 警局長說明 可以增加嗎 有否等核對象可以增加嗎 有法度 這都要配套啦 這完全沒有人增加 對不對 局長 你不能說你漸進而已啊 你現狀如果沒有做任何改變的話 你是不可能 有增加整合對象的機會嘛 好不好 你看看 他本身 雙棋區的所在地 英雄區做的 六百八十個當中 三歲到六歲 都占了了 因為你採取是階梯式的招生的方式嘛 兩歲到三歲 你本來要整合的對象 結果有沒有 連一個都沒有 永康是最感深的地方耶 三十七屋裡面 英雄手最多 新中的選拳 綜合共在九月份就生一千八百的 這些小孩子三年之後 他也沒有被誘託整合的機會 局長 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 他這個 招生的情形 在那不能立刻增加的情況下 在衣官來在那裡打的人 他會比較優先 沒有 全部都被迫了啦 你這個新生都沒有機會嘛 沒有機會進入幼兒園嘛 局長 你第一年啦 我當然不會要求你很高 可是我希望你看到問題 你要看到明年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啊 對不對 你如果今年剛才的問題 剛才的狀況你沒有明年 沒有解決 你一樣明年 我告訴你 一樣五萬五萬 同樣沒有人轉變 你才知道其他的都市人怎麼做 新北市的部分 他的公立幼兒園的部分 他要增加一百四十班 剛才本市所關心的 兩歲到三歲 幼兒專班 他整個都市要增加三十班 要增加三十班 而且我們台南市當中啊 副社有這些幼兒園的 跟一百六十一間 局長 你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你說要調整 你有股體的辦法 沒有 我們的富幼有沒有可能增加 我第一次問 我們的富幼有可能增加嗎 我們的富幼有可能增加嗎 局長回答我 我們現在要增加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增加的時候 可能需要其他法令上的配合 不然現在都要一步一步 目前 局長你全部都是在配套嘛 還有法令 第一個部分 你有沒有清查過各區的需求 有的是超補嘛 要求求好嘛 有的是不祝賞的補名嘛 是 這個部分有沒有調度的空間 有調度的空間嗎 現在齁 在那比較 客服還是說比較偏遠齁 他的公立的圓俄要有村 那是在那比較都會區 譬如說我們英空還是東區齁 這名額就比較不夠 對 有調度的空間嗎 對對 目前交易局的角度齁 要做馬上增加卓亞的公立齁 我們在那個財政上 愛上東的科領 那是馬上增加 也是在這個屬立的 業者這部分也會受到 馬上的這個影響齁 所以需要漸進出來啦 你不用煩惱那麼多啦 如果假設你不是從事公立的話 你有沒有一個非營利的做法 公私協利的方式嘛 這個部分我要請教一個 教育局 有去受到教育報銀行的支持 他的這個辦法抓也不會 照說我知道了 應該是今年的議會要抓嘛 教育部給你們 沒有 這個草案出來有沒有 定案有沒有 草案還沒有定案 到現在還沒有定案 已經拖了一年還沒有定案 在做這樣的研究啦 所以顯現出來 又託整合在中央的決策上面 有些草率嘛對不對 我想可以這麼講 可是地方也只有因應的責任而已啊 對著了啦 怎麼面對啦 很關鍵啦 證明我知道了 有很多啊 上班族 以為不敢生的原因 孩子要負擔很多 當然我們市長很好 還有五千塊的補助 不過現金的補助 總不是辦法 可以透過這套主案的經濟 是一個顆粒行星啊 局長 你要費一點心啊 名額部分的調度 非營利組織未來的方向 以及啊 包括 人力設備的一個改善啊 這三個方向 你有辦法做一個處理嗎 會 積極來做這個 那五十五個你可以 增加到多少個 五個 五個 你給我一個所謂好嗎 給本市一個所謂好嗎 你說要很敢 我做一個 做一個 比較具體的研究了解 會後跟議員報告好不好 一定會增加嘛 你不要增加各位數呢 那個市長 我想聽聽你 對這一個優托整合的意見 齁 這個部分市長 敢不敢請你標示意見一下 感謝 感謝各位議員的關心齁 因為你剛才把這個 年齡層喔 切成二到三歲 然後再三到六歲 這很奇怪 你可能重點是說要特別關心 那個幼兒專班 對對對 就是要整合 我們就是要往下整合 沒有出來 這個不是 幼托整合的目的 幼托整合要把它整合納進來 不不不 幼托整合的目的不再遲 幼托整合的目的就是說 過去 兩到五歲是托合所 是涉及社會教育 三到五歲是涉及教育局 對啊 但是階梯上的招生的結果 就是兩歲到三歲的 進入幼托整合系統最少 市長 但是你特別把他切成兩歲到三歲 對啊 因為我算過他比例非常的低 市政府應該要去關心 二到三歲 他們才的孩子 這個跟幼托整合的 根本的精神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幼托整合這個部分 整合的對象特別少 沒有啦 他整合是在整合兩個制度 對 整合兩個制度 但是還有爆發對象嘛 這制度裡還有一個對象 你說這些對象最少 基本上就是說 當然他也可以去 教育局可以去研究 他說你如果總共有 九千六百八十六人 那如果是說英雄股局六百八十人 你看這六百八十個人裡面 假設啦 如果再沒有增加班級數的地方 最好是增加啦 市長 假設沒有增加班級數的地方 那是不是應該要去調整 二到三歲的專班要幾班 然後要幾班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跟貴官報告說 就是說我們 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承諾說 要去增加公立的這個幼兒園 考量除了經費以外 主要就是說 因為現在私利的這個空間 其實也還蠻大的 過月也做得很好 在他們沒有辦法練公立的狀況之下 我們報告一年一萬塊 我覺得那個意義是一樣的 市長 我知道你現金有報告 我剛才也來講過 我不否定你掉這個部分 但是我認為制度上的整合可能比較好 譬如講 如果說我們提供閒置空間的話 基本上 立業者所經營的 身份相關 都會空間的問題 我們閒置空間這麼多 我們可以用閒置的空間 來替代現金直接的補助 這也可以減少我們財政上的困難 這是公司協力的一種模式 現在的閒議員 就是說你的用心我知道 因為你關心兩歲到三歲的小孩 那是這些年輕的家庭 他們的經濟負擔 這個我能夠體會 我也很敬佩 但是因為這個社會 你運作的時候 不是單純這方面而已 因為你這次 譬如說加席 台灣市政府有照理這樣說 廣設幼兒園 公立的幼兒園 那現在私立的幼兒園 市長 他們的經營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說 市立的幼兒園 不是說他們經營的不好 他們其實有些經營的不錯 市長有的是經營的不錯 我沒有否認 但是那有自由選擇的問題 你說他到底是自願性 還是非自願性的 他在公立的部分 他沒有空間的時候 他就變非自願性了 他本來他想要微微 我們每天面對 都是很多人要投稿 我們的名字要現實上就不夠 要公立的人議員比較多 要公立的人議員比較多 總統一起來就是政府提供的不足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不是全面替代 我不是全面公有化 基本上 老實說啦 市長 我們混用一下 本黨也不是什麼剛性的政黨 本黨其實在這個部分 有一個公託的很清楚的主張 我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我們後面還有 我們本黨的主張是 幼托整合後 因朝公共化前進 廣設公立幼兒園 輔導私立幼兒園加入公共的托育體系 定定期限完成目標 主要是這個情形 我去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第二點 我們的確有把它整合進來 就是說我們也給這個小孩子去念私立的話 我們有給他一萬塊錢 這個就是一種整合的手段 現金補助是一種方式 因為所有公共的托育方式 是提供一個公資源的方式 公私協力的模型 我說明比較關鍵 就是說我們幼托整合裡面 我們台南市政府交易局也去協助 私立的幼兒園 或是私立的這個 私立的幼稚園或私立的托手 把它轉變為幼兒園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協助小孩子到那邊去念 這個都是整合的手段之一 那至於廣設的這個幼兒園 我們並沒有反對 但台南市政府比較有在增加 但是我們總是要去看看 目前我們可以接納小朋友 念幼兒園的空間 它的容量到底多少 我們應該是循序漸進 你如果... 我不是說現出是專門公立法 我也不是這樣 我基本上的方向是 希望你能夠朝向擴大的目標 那依照目前我對市府的觀察 目前是凍結的 是沒有擴大的 是沒有凍結 像我們去年 這個安平國小吧 附設公立的幼兒園 我們也有準 那我知道現在永湯好像也有 教育局也在研究 有一家 這個一家小學附設幼兒園 這個我們也在那個 所以並沒有說凍結 我們是考量到那個區域 到底的這個需求怎麼樣 那現實上的區域就我的理解 我提供給市長做個建議 如果是地方讓我歡迎的需求 他們想要投公立的議員是非常的高 這個必然的現象 那我這樣建議好不好 市長 你整個區域要求到要求 我們兩個都要收拾 我們時間有限 你做一個總補測 做一個調查 因為這些小孩對象 你們都很清楚 你到底是希望 那些投公立不會比較多 還是希望投資 你會比較多 比例什麼都抓出來 因為總補宮 我們的公立比例到十二八點幾而已 你如果調查出來 你會很清楚 我們兩個就不用帶這裡太多了 因為我還有很多個問題 要問的 我想 這個可以調查 不過我們大概知道 你們公立一定是比較多 對啊 所以說那比例上 我不是說馬上符合那個比例 那事實上的區求跟現實上 可提供的缺口可能會很大 也許是超過我們兩個之間的想像 但是市政上常常沒有辦法 完全百分之百 我知道 我同意 我同意 但是我們總是要有一個前進的目標 市長 這個我們會來檢討 感謝郭議員 好請坐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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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這張民調 我想你都很清楚 這個民調當中 不滿意的排名 我們台南市的部分 是增加就業機會 跟發展工商業的部分 是31.8% 但是 這個部分本席的解讀是這樣子 因為五都接頭 所以這個跟大環境息息相關 這不能說跟我們台南的總統 第一 所以說呢 比較有參考價值的 其實是在第二項 在第二項的部分 在改善當地交通跟加強大眾運輸的部分 我們的不滿意度 居然高達30.5% 市長 這個部分 我都當中 唯一對交通項目 誰不滿意的 在我們台南 我這部分要提供給市長做一下建議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交通局的張局長 張局長 下一張 你看一下這個圖示 三種不一樣的公共運輸系統 一種是台北市 一種是墨本 一種是行都 三種 一個是依捷運的大眾運輸為主 另外一個 公車 我請教你一個 你認為我們台南市這三項對一項比較適合 我們階段性跟議員報告 我們認為 以我們現在都市型態哪一個比較適合 要先把公車做好 所以是公車上是優先嘛 基本上以目前我們整個 城鄉的差距 如果要整合公車的部分 可能是比較優先嘛 如果是以公車的部分 我們看下一張 局長 我們公車的使用率多少 呃 呃 存公車的部分大概就議員提了這個 1.9 1.9% 1.9% 最近我來清告的時候 在業務質詢的時候 你說今年要達到5% 那我拭目以待啦 我拭目以待 在公車使用率不高的情況底下 你弄一個BRT的六大幹線嘛 對不對 公車捷運化 不是BRT 那個還不是BRT 還不是BRT 只是公車捷運化而已 幹線公車 公車捷運化只是六大幹線而已 所以這六大幹線 要朝向一個低碳層 是一個高效能的 這個運輸的目標 總共來發電 基本上只是一個輻射性的發展嘛 還沒有支線的規劃 也沒有轉運中心的規劃嘛 對不對 有有 後備號都有了 所有的支線都規劃好了 有 那個轉運中心也設好了 幹線的部分呢 已經初步完成 幹線完成嘛 那支線 轉運中心呢 轉運中心呢 都設好了嗎 轉運中心的位置 這個節點大致上都有定下來 都有定下來了 是 所以你對外的公布 目前只在六大幹線 目前的支線的部分跟 還有包括轉運中心的部分 都還沒有非常清楚啦 至少本席所了解是這樣子 可能是你停留在內部作業當中嘛 你內部作業還是知道 你知道外面不知道嘛 對不對 我知道跟六大幹線而已嘛 確定之後我們就會公布了 那以六大幹線你如果是設立的話 你假設你的轉運中心 你也節點已經找好了嘛 將來你要整個 對 可能是說 你以公車為主的這個 台中運輸系統 之後 你有考慮到 接駁的方式嘛 是 所以說接駁的方式 你現在是依賴的是 透過私人的載具來做接駁囉 局長 沒有 我們現在大概跟議員報告 就是未來的公車捷運的話 它 公車系統會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傳統台南市的市區公車 市區公車 台南線的部分呢 跟台南市的連結 是靠幹線公車 那台南線的部分 主要的信用客運 現任客運嘛 對 支線公車 還有各方客運嘛 這三個客運公司嘛 是 對不對 這三個分工嘛 那以這三個來分工的話 除了公車之外 我們主要不正 公車減現階段 承載的比例只有1.9 我們看經濟來看 我拿一張圖給你看一下 下一張 你看這張 你這張圖來看 你有看到嗎 你我們開機車的比例差不多差不多多少 相差很大 相差非常大 對 機車的部分 我們使用率大概佔七成 是 對不對 那這車的整個來說 我想請問你一下 依照目前為止 我看你的工作報告 機車的數量 目前我查到 差不多五十萬台超過 我們台南市 你整個台南市的機車的部分 差不多一百四十四十三萬台 是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現有的停車格 汽車的部分 你大概多少格 跟議員報告 我們那個 路邊的部分呢 是一萬三千 總共 一萬四千多 一萬四千多 但還有路外 還有路外 還有路外有三萬多 路外 路外 那是要怎麼算 路外共有四萬七千多個 那有的幾個嗎 那有的幾個嗎 像你管的路邊的一萬四千多的嗎 路外有一些是公有的 也有一些私有的 沒有啦 你算公有的啦 你算公有的部分 那機車的部分呢 另外機車的部分 機車的部分 你規劃大概多少個 目前有一萬八千多個 你給我的數字齁 是八千多的啦 你這樣也變八千多個啦 這路邊啦 對 我說主要啦 你們外交的部分啦 是 你們規矩給我的資料 是八千多個啦 我們過去提供都是路邊 就是我們在收費的部分 嘿 天然的部分 現在啦 簡單的講 你的汽車跟機車的比例 是不成比例啦 當然也不一定按照比例 但是相對來說 太過於懸殊啦 是 機車齁 停放的問題 已經慢慢形成一個都市的問題 它已經擠壓到 其他用路人的空間啦 我 我給你看一下齁 下一張 你看 我們的市容齁 到處都很機車 你再看下一張 這裡南方公園 旁邊那個鮮花南街齁 人人都說齁 都沒有走路的空間 先說台俄旁邊也是 再來 來 中山公園旁邊也很嚴重 走路都沒有空間 再來 齊美醫院南科 這裡 你要停幾百 一百 兩百 三百 裡面喔 外面又卡到這樣 齁 再來 你看 永康車站也是這樣子齁 再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比例上齁 實在非常懸殊啦 局長 是 我給你提醒一下齁 不過我也要跟你說明一下 我不要來補補這些地方 你以後你就補那個叫 我們警察局長啊 交通局長 你們這裡全部你們都拆掉了 嘿 千萬不要這樣子 這不叫而殺之謂之內 你沒有提供適當的這個停車格齁 你看人這樣我來補給你聽問題 你才拆掉了 說我們本市主席 這個順 我是要你解決問題耶 局長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你不要幫我 你不要帶那個 幫我蓋那個鍋 對 局長 不會啦 不會喔 可是我跟他舉的這些例子當中齁 很碰巧的 都是精發局 進行在整個商圈 在這麼機車的情況底下 他有辦法形成商圈的功能嗎 局長 你有把精發局做一個體制嗎 我要給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因為商圈的成功 就會有很多人需要這種停車的空間 對啊 那因為現在 可是你機車找了沒有嘛 機車 你機車你賣你都完全沒有幾歲嘛 沒有沒有 我跟議員報告 你要配合這商圈 我知道看到你的那個工作報告都沒有提押 有 奇怪 我問你們 十幾下問你說沒有 你到這邊就有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有在規劃就是 明年我們要來推一個停車有序 那停車有序呢 最主要是要解決停車位的問題 所以我們 現在到八月為止呢 我們的機車停車位已經在市區的部分 增加了八百多個 那 你今年增加八百多個 到年底會增加一千九百個 到年底就會增加一千九百個 那沒有問呢 都不曉得你這麼多 之前看你的書面報告 連一個都沒有 現在你就增加出來了 我們是統計到八月底 跟議員報告 我是希望說 交通局你要配合金發局的發展 加尼大姐是種這麼機車的地方 你要發展商圈 你如果連停車位都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你是不可能發展出來的 我現在有一個重點實施的對象 有有有 一密集度的部分 配合金發局這邊來做處理 局長你請坐 我們會加強 好 局長你請坐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環保局長 環保局長 我問中心的問題 之前我來還發現一個問題 最近登革熱很嚴重 登革熱很多很嚴重 我們是不是很多基層的弟兄 都有去噴油 對 噴油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知道 你動用多少人 你有多少配備給他們 你有去了解第一線的事情嗎 我了解 大家怎麼都有 基本上給他們的設備都會有 都會有 但是我有接到 言舉說 那都過期了 你有去了解一下嗎 甚至噴油的人 都送去便宜了 因為過期的東西 你賣了不是噴油的人 你噴油的人 局長 可能死也不是噴油 可是應該都會給他們 很嚴重啦 你剛才你說這樣 代表你不知道 我知道 因為都會講他們 因為黃副主要被報我口罩啦 我跟妳講 很嚴重 你了解一下 我繼續來請教 好 妳在這個低碳城市的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 中央的經費到底到位了沒有 跟議員報告 在中央的部分 我們陸續跟環保署做相關的建議 還沒有到位 不過就是說 有些部分 又還沒有到位 還沒有 顯現出來 我們台南市 尤其由中央 耍了一遍 不過這當今 都還沒有到位 可是當初 你在 規劃低碳城市的時候 我不免要問說 當時 你住商部門 跟運輸部門 為主 要按溫室氣體的排碳量 減除 44% 你在減渡這44%的當中 運輸的部分 明明就機車多 比汽車多多 如果換算起來 這個排碳量 這非常恐怖 整個機車的排碳量 以每公力所產生的 如果假設同步發動的話 可能會造成 九千三百萬公克的二氧化彈 汽車的部分 是七千九百萬 遠遠超過 遠遠超過 在這種情況底下 局長 我想要請教你 是怎麼選擇 汽車電動化 不選擇 機車電動化的推行 為什麼 汽車不是你主管的嗎 低碳城市 不是你主要規劃的單位嗎 那為什麼 你不以你自己的單位為主呢 還要依經發局的汽車為主呢 為主要用 明明這排碳量比較多 是 我解釋嗎還是等一下 你請說 好 謝謝議員給我機會解釋 基本上交通運輸部分呢 當時所提的 大概有 他是依照中央部會的窗口 然後來 我們 我們 市政府各單位去做一個 就是分工跟合作 那比方說電動公車 電動公車部分是在 電動公車協當我來問局長 局長 我先洩題給你 對 交通局 然後在那個電動汽車部分 石油清發局 我知道啊 這我也清楚 電動汽車的部分是在環保局這裡 我知道啊 沒有錯 所以我們 在電動 摩托車部分 第一個我們建構 我們整個電動摩托車的充電站 到目前為止 我們快速已經 已經建置了261個 沒有 基本上 我們拿了現金去跟那個民間公司合作 是電動汽車 電動機車嘛 我們有261站啊 對不對 你們充電站 你們充電站 其實跟汽車的充電站都差不多啦 講的部分幾乎都充電 我還跟你調查過了 你總共有211處 我知道 261 211處 好 那整理起來的話 你到底為什麼 當初沒有以機車 作為一個電動化的目標啦 是怎樣 有啊 明明他排檔比較多 你只做充電站而已 我說本身的機車 在電動化的部分 是怎樣 你們是煞汽車的電動化 沒有煞汽車的電動化 有啊 我是啥啊 那煞汽車是環保局補助的啦 我是在說 你本身在金隔低碳城市的計畫當中 你本身是依那個汽車為主嘛 我跟議員報告 有關於摩托車的部分 我們目前是以汰換二行程摩托車 這個我知道 然後鼓勵他們轉成電動化的車 局長你不要再重複這些 我已經清楚的政策了 我是說你有沒有新的做法嘛 我們在推動一個新的低碳城市的東西 你是如果沒有用機車 是如果要用汽車 機車明明是你自己的行為 我們並行喔 你是如果沒有處理 沒有那是中間的補助的啊 在低碳城市裡頭 你有沒有額外去處理這個部分嘛 顯現出來只有汽車沒有機車啊 局長 議員那就是我們那個可能宣導不夠 我們大概發展就是說 他是第一個提供他便捷的充電設備 所以充電設備 好啦你說你便捷的充電設備 我來請教啦 有幾台機車有去用過 你有統計過嗎 有幾台機車有去用過 有多少機車去用過 你自己有沒有統計過 你知道一台機車在那邊充電要充多久 你知道嗎 你要充多久你知道嗎 要充七八個小時耶 那有多少人在用啊 你就是要快充也要三小時耶 你何時看過誰在那邊充電過嘛 你寫的充電帳 大部分都閒置的啦 局長 一定要讓我來打開 都是閒置的 局長 你唯有真正要推廣這一個綠能 幫旁邊的周邊的資源的整合 你除非撒到哪裡 撒到外交換站的總統計啦 而且你本身的展規本來就不夠多 你的兩百 兩百在內而已 我提供一個收益給你做參加局局長 因為電池 電池消費那些電池 電池規格還沒有統計 局長 你先尊重一個好不好 你先打董一個好不好 我講的我不是沒有給你講的人對不對 所有民間業者 所提供的差不多一千個啦 一千個 啊我們的地式和高雄不同 我們的部分是依政府為主 這點老實說 我們做比高雄市政府更好 我從來不否定你 充電站你有做 我就肯定你 可是充電站的功能不夠 我也要告訴你啊 所以說你應該把它交換站化嘛 第一個你數量不夠 第二個你功能不足啊 數量的部分你做不夠 不過你做比方高雄市政府更好 高雄市政府總共做多少 做一百七六七的 大部分都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民間的 我們這裡做兩百幾的 大部分都是政府的 但是我本身要來提出 因為你應該按衝電站 用多做交換站 這樣就輸容的頻率才會高 不然的話 你這政策的良德美意啊 都沒有辦法落實啊 局長 你請坐喔 不是我給我一分鐘 那我再問你 酒精好不好 好我這樣好了 好我再問你 現在問題是在於 一分鐘拜託一下 我這個交換站 第一個交換站的部分 現在的問題在於 各種廠牌的摩托車的 局長 你要說規格不同啦 我告訴你就是要 通路來決定規格啦 一定要做一個整合者 可以做整合者是誰 就政府來做整合者嘛 所有電動車的 周配的產業都會 從南到北都最多 台南最多 我說給你聽啦 你們到底有找這些業者 去做一個整合模 這是很關鍵的啊 所有的規格整合 所有的產業幾乎 都是在我們這邊啊 所以我的建議 不會無敵放始 所以很具體 如果是這樣 我再請教你一下 限界大進發局 關進發局 交換局 你的管理的 有需要整合模 你來組得好不好 跟議員報告 電動的部分市長 是指示由林副市長會做整合 好林副市長好 那我再請教你一下 你的垃圾車裡頭現在幾台 垃圾車的部分 目前我們有 整個台南市部分有427台 很好 回答得很好 你的垃圾車呢 有沒有電動車 電動車目前沒有 全部都在柴油車 全部都柴油車對不對 對 目前沒有 我念一個研究資料 給你參考 好 一輛柴油車每公里 大概排出270公克的二氧化碳 中央社六月份的報導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指出 你將柴油引擎的廢氣 從可能致癌的物質 轉為確定的致癌物質 會使人類增加肺癌的風險 局長 對 這點你怎麼辦 你做一個推動低碳城市的統合者 讓市民在等待垃圾車的時候 可能會自來 電動 電動垃圾車目前市民廠還沒有販售 我們已經跟環保署爭取到有一台 我們希望現在將現有的垃圾車 改成電動的試試看 希望你將柴油的垃圾車 逐步太換成電動車 交通局長 我們全市的公車有幾台 四百四十幾台 四四四啦 四四四啦 有電動車沒有 目前還沒有電動公車 連一台都沒有 剛才我在報導你有聽他嗎 有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一年補助給交通運輸業者多少 一一月 我們有沒有可能要求他逐年汰換 有得到嗎 有我們裡面就每年都會要求業者來汰換公車 為什麼 我今天來問你連一台都沒有 但是 每年可以汰換多少 你一一月開來你會汰換多少 電動公車從今年開始 我們爭取了交通部 核定補助我們四千六百六十萬 要買八台的大巴 兩台的中巴 全部都是電動車嘛 是 這十部電動車 我說一個數量給你聽 你參考一下 目前我們是連一台都沒有 韓國的所有在2020年的時候 他要把所有的公車齁 一半 都要改做電動車 他有一個年限 有一個目標值 台北市呢 有一台電動車的路線 新北市呢 有一台路線 兩台電動車 這樣也目前朝向四路線 三十輛的電動車發展 而高雄的部分呢 有十一輛的電動車 局長 這給你參考一下 是 所以我想最後齁 局長 可能你在評估這電動車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這樣啦 那行駛的路金齁 人數最多的啦 還是乘客載客量最多 你先優先執行啦 譬如說 我的選區 永康 你靠誰嗎 我跟議員報告 你這參考一下 你不用再報告了 我沒什麼時間 所以說我們來推動啦 局長 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綠能的運氣 朝向這個低碳運輸來發展 是 來化解剛剛我們一開始 地方最高的民怨 超過30% 對大眾運輸的這個不滿 這是我們的責任 這個部分齁 你請坐 我來請教一下那個市長齁 市長 我們的大眾運輸的建議齁 摸一個程度 幾乎是從零開始嘛 我們就1.9而已嘛 對不對 我的建議說 在我們建立人本 人本交通的同時 能不能朝向低碳運輸發展 把這兩個坎拜在一起 甚至把一些運具把它綠能化 來建立一個比較 雖然中央 錢都沒有給人 不過 也可以標示你的決心 你要邁向低碳城市的決心 在沒有中央補助的情況底下 這有可能嗎 是 感謝貴議員齁 低碳 低碳本身就是 城市建設的目標之一 然後低碳運輸 當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會朝向剛剛 郭議員指教的方向 來檢討改進 好 感謝市長齁 市長齁 我想你去走路看過 應該有一個印象 你可能是一巴士為主了 是啊 好 感謝 那財政處長 請坐 財政處長 我們接下來下一頁 財政處長 那個 你看一下這張五都的債務 我想請問你一下 這五都的債務當中 是要怎麼高雄 可以負責這麼多 我們負責七百十倍 那基本上 我們已經 濱臨破表的階段 你能不能稍微簡要的說明一下 好不好 跟郭議員報告 高雄市跟台北市 它的在線比例 是按照 台北市是按照 GNP的 3.8 3.6 3.6 我們一點 高雄市是1.8 1.8 1.8 所以換算起來總和 它幾乎是我們的三倍 台北市 比我們三倍 我說高雄市 我們是以高雄市做的 它相關的 舉債空間差不多 那三倍 那個 局長我再請問你一下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再看 我讓你看一下下一張 高雄市 最近 剛才替路 他的地下 的一些中央 經費的補助 以外 我最近 包括我 市貿會展中心 海洋文化 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青鬼捷運 店 他差不多 一百七百 我請教一下 最近中央補助我們多少錢 補助這麼大筆 沒有 有超過十億的嗎 都沒有 有一筆是那個 專款要還債的 有四十五億 那是還債的 我說建設的部分 有沒有 都沒有 所以相差很多 很多 你看高雄市的舉債空間 我們三倍 中央監處有算 第一季來一部分 我算起來就一百七百億 你再看一下 局長 我再看 讓你看一下一頁 你看一看 我們高雄市跟台南市 我們台南市的自有裁員 跟高雄市差不多 比例上 有沒有 我知道我們的是五十點八四 高雄市的 我沒有了解 五十一點七六 差不多 然後 二零 二零一二的部分 六十一點七 他們六十一點七五 就數字上看起來是差不多 但是在整個中央補助的收入 跟統籌分配 分配款的部分 既然是我們的三倍之多 局長 我講的沒有錯 你背書一下 對不對 我們的我是可以 你可以確定嘛 差差很多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們可以告訴本席 我們在上繳中央的國稅的部分 總共花了 繳了多少錢 一年 一年要多少 國稅部分 這個要問國稅局才清楚 沒有啦 我來算過 我來調令的資料 全部調過 典型局的資料差不多三百八十億 然後呢 我們統籌分配款只拿到多少 拿到一百五十五億 所以說我們繳去繳三百 市長你參考一下 我們地方繳出去三百 不過地方都給我們的 統籌分配款只有十百五百五 我們都倒加一百億 局長 所以你看到沒有 諸多的現象 中央對地方是非常不公平 舉在空間 我們是三分錢 中央補助有算 我們也沒有 人是那麼多 加上的分配款 我們是人的三分錢 另外 又甚至我們繳去的錢 是這麼那麼多 局長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覺得我們的財政狀況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來說 是不是對我們最苛刻 你感覺啊 柴野 比較之下是不是這樣子 中央當然對地方的 本來是應該要透過這個統籌分配稅 來支援這個 我說比較之下 北高領市 不用說了 我們俗人 新北市 他有三年的準備市 他幾百億 對不對 我們沒有準備市 我們沒有 然後台中 他們最近 開發賣了粗糙土地 中央共我來算過 四萬多平 近藏四百多億 而且土增稅八年 多七百多億 所以他們整個 財務能力是不是都比我們強 比我們好 所以說在整個五都 升格修法 沒有通過的情況底下 我們是誰吃的呢 我們最大的受害者 我們非常艱困 最大的受害者的情況底下 史上 看到了這個中央政府 在煥火 不許地方政府來點燈 這種情況底下 你不覺得 中央遲遲 讓整個修法沒有通過 是在鎖我們台南嗎 我們台南兵 金粉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這裡沒有這個感到嗎 市長 反應有點慢喔 我看你先請坐下好了 我請問一下市長好了 市長 你看你的青青有感受到嗎 感受到中央對我們非常 不不公平嗎 市長 其實各位官 我們官司合兵 只有一年多了 你如果以負責高雄 來比較 因為高雄得那麼多 已經很久了 剛才說的那些重大建設 其實都是 在當年前 民進黨這次的時代 就開始幾月了 是 所以到今天這種情形 一部分 所以我們 當然你點出來是 現主席台南市的困境 對 但是我們如果有人團結 去政策 我相信未來台南市的越來越好 對 市長 如果是財政這麼困難 總控制 我們請教一個實施性的問題 最近 大家在討論 兩種獎金 這個 道理上說不夠 說不夠 好謝謝 我知道你的態度很好 但是 因為 這 今年都 因為議會已經通過 所以這定義是措施性的法律 今年啊 今年還有變的啊 民進黨的議選 政府也已經送來了 對啊 所以我是希望說 因為這是全國一致性的東西 我知道 我想知道你的態度 總統政府應該要出來改館 請問稿的部分我有看到 如果聽到你們說 違館其有違館其不是 中央政府要有一次的態度 我只是想要知道 那個 那個市長你的看法而已 你又感覺不合理 好 市長請坐 你記得總放棄啊 市長 我實在提醒一下 我想像你放坐 放很多啦 我是覺得說 管理學評論之後 一般上的市民 都期待說 生機變得比較不一樣 那些 放坐 放一百二三個 一百三十個 我覺得都好事 但反正它是展現出來 一個財政的紀律 在展現財政紀律的時候 如何創造財務能力 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是大的 見識比較有機會 你有提起 你齁 市長 你有對我提起說 你有要來設我們台南市的十二大建設嗎 是不是 市長 十一大開園計畫 十二大建設 十一開園計畫 十二大建設 四天我直接來講 我們來討論和和諗 來看一下 後面 最後面 這十二大建設當中 目前比較有確確的 是十九億的美術館 另外兩億的捷運化公車 是在開的嘛 亞太這個 我知道是還未同意 村的部分 旅餐 基本上 到目前為止 就本席所了解的 都还没有着落 都还没有着落 在还没有着落的情况底下 你期待11个开源 来 我们看一下开源 你现在所有的开源都寄望在 林局长 不好意思 借用你的肖像权一下 你都注重在地方 地震局 他生出来的金序幕 这些金序幕你看 他生出来这十几点 我让你看一下 局长 这11个开源计划我们看下一张 这里头还有很多个都打问号 都还在都市计划当中 甚至有几个的 几个当时开始都不知道 局长 你有看到吗 你的开源计划 你提供给市长的开源计划 很多都打问号 你们看到 那个都市计划还没 都还没过 但是局长 你忘了跟市长做一个提醒 其实最大的开源计划 是什么 你才知道 我们看一下 最大的金鸡蛋你没有 你都给他一个小的鸡蛋而已 用四个鸡蛋 最大的鸡蛋 你没拿给市长看 看一下最后一张 这个鸡蛋 最大的鸡蛋的新市政中心 市长 我上次就有请教过你 新的市政中心 确实会带来地方很大的缩益 这个是最大的开源 上回期你说你要寻求民意 到这回期 我有请到吴局长 吴局长如果说年底很久 我跟我们拜托你稍微说一下 很多市民在关心这些事情 时间行程怎么样去说明一下好不好 好 感謝贵議員 其实我们的看法 大体上相同 因为你要建一个新的市政中心 你一定要先去调查 本身需求 空捐的需求 目前这个都已经在进行当中 市长 我跟你说 这次我再来提醒一下 我也常常叫你起来 对你搬起来 这次财法法在修改 公主委 好 再给一分钟坐中间 鳳梨齁 你稍微打一下 你不要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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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你一定要稍微表现一下 為台南為台南人 你不打 你不打 你陷入一个多重的财务困境 你这样子下去 我很担心你 你的青年情政没问题 你的传承也没有问题 我就担心 你在中央受得紧箏的情况底下 你会创新不足 将来你要涂抹上位的情况底下 我们地方没进行 市长 我觉得中央政府不只是耍赖 而且是什么 是在堵赖 市长 你的经济行情 你要提到这点 你不要去担心2016的事情 你反倒是现在要去考虑到 你市长的部分 要如何跟台南跟台南齊 好好担心 所以我拜托你一行 这一行一定要好好处理 最好我提醒你一件事 看会中央表 所有中央政府 我们去教育中央政府 下一张 中央政府交给中央政府的部分 我们绞了多少 绞了两倍以上 同样的状况 这我们永康也是如此 我们加22亿 中央政府 降收入的税收到12% 不过我们的工夫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交流 跟市 好谢谢我们郭郭文议员的这个市政总咨询 我们欣赏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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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游拖整合 以及我们公车捷運化系统的路往规划 以及我们的灾情的这个问题 做到市政总之孫了 现在我们請市长会员 包括我们的 我们在新娘本文婚姻的这个 发生非警 这个不幸 我们大家都非常危险 我们市长在灾气 一直很关心到所有的这个 这个政党 包括也已经到国大平衡 都有在探望过 商势的经营 让我们请市长 来照这个时间 给我们大家做睡眠 報告 感谢市长 我来的时候 你问我 你知道困难 因为你过去你在管府 你知道你要牵刷这个 砲号的困难 我以前我跟你回答 用地匪 我一定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台南市的困境很多 也不是单纯 你说的这而已 我既然做市长 我就用我的地匪 我们局处 大家会合作 希望许会支持 每一项问题 一项前我解决 我们的台南市一定 要让它比以前更加进步 更加发展 其次呢 刚刚 議長和 議員都有提起到 今天 这个不幸的事件 今天 在台南市北門区 新贏 病院的北門婚姻 发生一件火警 造成十二的 台南市市民希望 我在这里 表示不敢 我们还表示遗憾 刚刚在去 議長的主席 和张議員 和贵委員 要求之下 我们已经有进行 默哀一分钟 表示哀悼 我们在台南市政府消防局 在三点二十九分 就接到报案 我们三点三十七分 我们的消防车 都共七十五台 一百五十五台消防人员 就告現場 来救災 四点十六分的时候 就把火已经打发去 表现的 我们消防局 第一山 打火的效率 已经有特性 我们在四点十三分的时候 这个 卫星宿 他就 K董 南区 急救 南区 医疗网的 急救系统 農共有五十七台救火車也够现場 分上 農共七十二的凡价 包括十二的死亡的凡价 分上在我们台南和嘉義十三庆便宜 和这个 来救災 我可以去的时候 我也怕过 生来便宜 吉米便宜 台南市市立便宜 和新労便宜 由咱村做副市長 代表 让市政府去顺势 欺负的便宜 初步 我们在这里 去看过后 很感谢国大便宜 第一时间 都把便宜整扛出来 现主席的凡价 除了已经失望的十二的衣冠 其他六十个都在这里 很透明的照顧 我在这里 有请社会可以安心 那这边的这个 消防救災体制 我们这个 卫星宿 这个 紧急医疗网 参丹南市消防救 丹南市 卫星救 都有符合 这个 啊 標準的救災 庭署 啊 我也感谢台南市政府 消防救 相关的局务 都有 更实办理 今年最百年 公共安全 有做七項 七百的这个 这个 消防的安全 有做七項 他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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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力自家的这个特殊 齁 在去年 九月三十日 也有去跟他 檢查过 便宜的部分 是六月利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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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副理之家 是 九月三十日 齁 他都合格 其中的項目 就是 公共安全的檢查 都共七項 消防的安全檢查 四項 他都合格 齁 都合格 他本身 也有依照 法律的要求 就是說 他必須要 智慧編主 而且要有消防的演練 齁 他也有照這個方式來處理齁 齁 消防局局長 第一時間 三點完 就靠給我 他在報告的時候 就是說 便宜 他還是這個 安陽中心 他的消防的設備 第一時間也有啟動 也有發肥功能 齁 這點我利用這個機會 幫大家報告齁 齁 所以目前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建築部 都共四樓 齁 四樓是 是安庭四十九位 精神的病患 齁 二樓的部分 是安庭六十九位 這個 老人齁 老人 安庸的這個 中壁齁 齁 都共一百十五位 那現在 這個 四十九位 這個精神病患者 已經跟安庭去 嘉南療養院 齁 衛生署 署長在早上 十點已經到 新營醫院北門分院 開過家庭 我們也把原來 我們北門區公所 長區長 把這些患者 安庭在英龍宮 這次的衛生署 已經把刷去到 嘉南療養院 一句話說 就是說 目前的這個處理 齁 算 算已經 第一次 已經完成 接下來呢 台南市政府呢 會來協助 病患的這個 新婚的 這個 辯識 齁 因為這個安養中心 並沒有讓 那些老人 手腕刮 這個識別 所以憲主席 因為 要急救嘛 齁 大量傷患 分散到國大病院 家屬不知道說 他們的情人 分散到哪裡 我們台南市政府 衛生局 會來協助這件事 就是 後續呢 台南市政府 如果要拜託 國大病院 一定要盡 最大的力量 讓這些 販價 可以趕快 可以回合 他們原來的健康狀況 可以出獄 另外就是說 如果憲主席 安弟弟 家居的販價 家屬人願意 那或是販價的 目前的病情 穩定的時候 我們衛生局 也可以協助他 全回來我們台南市 以上 簡單報告 謝謝 好